欢迎收看魅力东方 我是黄宝慧 以秀山丽水而闻名的丽水 地处在浙江的西南 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1% 生态环境指数更是连续11年 蝉联浙江省的第一名 绝佳的生态环境赋予了丽水 与众不同的发展之路 当地的生态优势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经济优势 究竟丽水是如何做到的 魅力东方带你一块来了解 位于浙江西南部的丽水市 山清水秀 风光麒麟 境内贯穿全省六条江水 也是乾塘江 欧江等的发源地 同时境内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山峰 更高达3500多座 是浙江省首批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这丰富的生态资源 让沥水在发展生态经济的道路上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计划在这里建一个休闲养生养老的这么一个区域 这块区域呢 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一块范围里面 那么包括那边的金山塔的位置 以及这个小三包翻过去的一些地方 都是在我们这个规划里面的 我们计划建一些养生的养生中心 休闲中心 健身中心 那么配套相关的景观 做一些游步道或者是一些健身器材的布置 随着生活需求的改变 养生养老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议题 看准市场 2012年利水当地政府总投资了15亿人民币 在利水市区的南明山小木西区 规划出了一块1500亩的地 作为核心基地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离南城和北城都很近 就是说利水的主城区也就在这个旁边 从利水的主城区到这个地方 也只要5分钟的车程 南城的话到这一块也非常近 因为翻过南明山之后就是我们的南城新区 所以这一块的话地底环境交通非常便利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相当于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城市内的 这么一个花园的这么一个概念 截至2010年底 中国大陆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7、8亿 占人口总数的13.3% 预计到2020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 占人口总数的17.2% 在绿色经济的发展浪潮 和富裕型休闲老龄社会的需求结构下 利水发挥生态资源优势 为发展养生养老经济 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生态资源丰富的利水 间接成为中医药材培育的聚宝盆 目前利水已发现的中药材有2033种 占据浙江省的85% 而在中国大陆规定的363个主要中药草品中 利水就拥有252个 其中珍贵药材更是近百种 利水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山区省 然后的话的资源是相当多 那么我们的话 种植林芝的话 一般是在海拔500米以上的 那个山区种植的 那里的话就是说 一个环境没有污染 空气好 水质又相当清洁 看准了沥水的好山好水 赵宗山在2004年开始租起了 以林芝为主的中药养生保健食品 那么我们采用的话呢 是防野生的断木栽培林芝 栽出来的林芝的话呢 就个子啊比较大 然后的话呢比较厚 那么它产生的包子粉的里面 因为包子粉的话呢 果实相当的紧密 还有的话呢 它不会产生那个空壳 那么包子粉的话呢 它整个物质含量的话呢 就经过检测 就比其他地区的那个包子粉的 会多糖含量 跟身体含量的都会高得很多 十几年来 赵宗山也积极地与台湾 中药产业交流 期待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连续两年参加了这家健康产品 台湾仔啊 在台北的世贸会仔中心里面 那么经过我们跟台湾客商的 有些接触之后 我们对台湾的牛樟枝 以及大陆的林芝的话呢 进行了很好的意见交换啊 台湾的牛樟枝的话呢 它是一个台湾的品种啊 对大陆呢 也是比较吸引 因为呢 它里面还有的 独有的那些物质 还有已经的 一些功能因子啊 是林芝 我们大陆的林芝里面 所没有的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和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健康 养生 等等的保健需求日益增长 生物医药也成为 沥水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比如我们现在生物医药产业 已经这个有 十几个亿的产业基础 根据我们的产业规划呢 我们在2017年 我们生物医药产业要达到 50到60个亿 到2020年 我们做什么 做食尚物规划了 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 要达到 一两百亿的产业规模 沥水是浙江绿谷 天然药库 这满山遍野的药材 不但保护着沥水这方土地 更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沥水门 环境生态和休闲养老 成为沥水重要的发展主轴 短短几年之内 创造了500多亿人民币的产值 这样的社会趋势 也为沥水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态与工业这两项产业发展 经常会出现对立与冲突的角力比拼 要如何取得平衡 一直都是各界所深究的议题 在浙江的沥水 这个以生态环保所出名的地方 就有着一处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 绿水找到了双银之路 而他们是如何办到的 请看我们的深入报道 与浙江省其他的大城市比起来 绿水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然而即使如此 绿水仍然坚持绝不用生态环境 来换取工业经济 2014年 立水经济开发区 升格为国家级后 拒绝了50多亿元人民币的高污染产业 许多能为立水市带来高GDP的项目 也因为与城市的发展理念有所冲突 而纷纷落满 我们的环境和地理情况 跟瑞士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也提出来向瑞士学习 瑞士的产业比较有优势的 一个是精密一切和制造 仿向瑞士的经验 2014年初 立水市以保护环境为前提 发展高科技产业之下 开始大力引进工业机器人 谋划栽取装备制造业 皇冠上等那颗明珠 07年成立最初是在东莞 东莞长安 然后今年年初搬到了立水 由于立水这边政府的政策 还有一个发展的主流方向 然后把我们招商影子 就吸引过来了 拥有自主研发机器人 控制系统的他们 每个月的订单 至少有二三十台 去年年产值达到 五千多万人民币 今年预计将在增长 至少百分之六十 工业4.0是一个影子 但是在之前 就已经慢慢地浮现出来 工业机器人这一块的 一个需求量 直到工业4.0开始之后 基本上就是好多大企业 都是大规模地进行 机器人换人 这样的一个工作 自从德国在2013年 正式提出工业4.0后 已成为目前全球先进制造国家 下一波的竞争舞台 而智慧机器人 就从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底下的明珠 各地大力兴起发展智能装备 包括机器换人时代到来 就是特别是浙江省 有大量的制造 中小型的制造企业 需要转型升级 它机器换人的要求 是非常迫切的 这是它的搭配点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 正在迎来爆发式增长 从2011年销售量约2.2万台 到2014年5.6万台 中国已成为工业机器人最大的需求国 在转型升级的趋势下 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细分领域 也同时获得了极大的市场空间 作为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关键零部件 直线导轨在工业上的使用也相当广泛 这股智慧工业机器人的浪潮席卷全球 地水努力站稳浪头 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 你想我们离水南城总共有 71平方公里的规划空间 但它拿出来的搞工业也就是 二三四平方公里 还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干什么呢 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 还有人居 包括一些市政配套 就是我们的开发区的配套要求 比其他纯粹搞工业的开发区要高 近几年沥水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持续加快 但他们并没有沿袭周边其他工业化地区 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 而是尝试寻找一条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道路 高科技无污染的智能装备制造成为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 而这也成为绿水经济起飞的崭新动力 中文字幕组 欢迎继续回到魅力东方 利水山多地少 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之下 难以为传统工业发展提供百分之百的产业支撑 因此利水就换个做法 决定不做工厂做平台 利用现在最便利的网路线做起了实心的电子商务 进攻电商服务业 2014年利水的电子商务销售总额高达76.7个亿人民币 在中国大陆电商百家城市当中前50 接下来节目当中要带你一块来了解 利水不同反响的电商创业之路 货舱内验货组不断刷着条码 打包组忙着施扯胶带 数以万计的包裹正等着进一步的分类 这一切只为确保货品 最终将毫无失误的快递到收件人手中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统计 2014年利水市的电子商务销售额高达76.7亿人民币 而近年来在电商概念备受追捧之下 越来越多的青年走上了电商创业之路 我们主要是就是卖这个 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冰糖炖柠檬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用那个柠檬和冰糖 放在锅里面隔水炖炖12个小时 然后出锅这样子就是完全手工的一个产品 90后的周嘉培每天早上8点钟都准时来这里报到 但这不是他的公司 而是沥水电子商务产业园区里的一个创业基地 这个产地的话就是免费提供给我们 然后包括这个电脑 大家都是和我一样的嘛 都是过来可能刚刚创业怎么样的 可以就是互相交流 一天能够接上十几个单子 创业还不到半年 周嘉培已经开始赚钱了 那么宏惠创刊是我们在今年年初成立的 那么一个是服务于现在在创业的这些大学生群体 那么给他们提供一个免费的一个服务平台 那么我们目前提供这是一个办公场所 我们免费的快安代 那么也提供午餐和住宿 那么这个对于创业者来讲的话 提供降低他们这个生活成本和那个办公成本 沥水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员的建立 降低了当地网商创业的门槛 为青年电商的创新创业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那么目前我们已经入住的团队有十个 那么分属于不同的行业 有工业品营销的 那么也有像这种本土养生休闲产业的 那么也有说属于这种 就是为淘宝阿里巴巴做配套服务的 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 沥水电子商务产业员入住的不仅仅是电子商务 还包括了快递物流以及仓储配送等配套服务企业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不但降低了电商业者的成本 也大大提高了出货的效率 因为物流淘宝阿不是这些快递都在这里面嘛 就是他们取电也比较近都比较方便嘛 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在市区的话一般四点半左右就开始取电 最晚的话他们也就取到六点了 如果在园区的话它可以取到八点钟左右 享受着园区内一条龙市的服务 胡贤宝跟大多数的电商一样都选择进驻在这里 事实上当初沥水电子商务产业员的成立 就是因为快速崛起的电商 面临着交通和人才等方面的发展瓶颈 因为原来是没有集聚的时候 大家都分散掉了 那一些资源呢甚至我们沥水是缺的 就是缺湿的 就是能向一个分布中心 我们沥水原来就是根本没有的呢 我们几年的货到沥水市区 它是先要到金华或者到义乌或者到温州 那边分布了以后再到沥水 一个时间绕得非常惨 第二成本也很大 电商和物流始终是分不开的 若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竞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 而2015年初正式开源的 沥水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园 就是沥水市第一家将电商和物流 统一聚集在一起管理的产业园区 我们现在是物流和跨地大概40多一点 40多加 那么电商我们是总共加起100多一点 我们两块加起来是150来加起 那么几句是几句了一批了 但是我感觉规模还是 还是有大约进一步的 把它几句起来 它才能形成更大的 那效益 目前产业园总投资近3亿人民币 开源短短6个多月来 日均出单量已经超过了十几万 而面对电商的冲击 实体店面业者又该如何接招 这虚实之间的火爆话题 也成为两者静恒间的动力 电商对我们实体的这个上益 冲击是比较大的 非常的明显 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避开这个东西 因为毕竟电商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那我们实体商业的话呢 我们只能做电商它做不到事情 譬如说我们是做体验式的商业 譬如说我们做餐饮 我们做娱乐 这家来自台港合资的房地产开发商 大手笔投资了12亿人民币 打造一座占地25万平方米的综合型商业城 因为它处于三区型城市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考察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它三区城市的话有一个具体的吸纳的一个效益 所以说下面底下县城的人或乡镇的人 它对立水市的话 进城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所取的这个地块的话 是属于我们立水市的一个新的开发区 新的一个城镇 那因为在这边城市配套的话 商业部分的话是比较不足的 比较不足的 所以说我们布莱这边的话 主要是要为了提升这个新的开发区的一个 城市的一个配套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多互比项目 集结了高级住宅 五星级饭店 以及百货公司和商业街区 一场全民街商的狂潮 正在立水悄然展开 立水市有着全浙江省第一家 将电商和物流统一聚集在一起 管理的产业园区 这个园区不但成功地降低了 业者的营运成本 和大幅提高了管理效率 更为青年电商提供了一个 创业的绝佳平台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黄宝慧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